大家好,欢迎来到全时报课堂,我是方博 今天这节课,我教大家如何快带 首先,大家要知道,在比赛中,什么球能快带,什么球不能快带 我之前教过大家反拉,反拉是要有一定的空间 球速在不是特别快的情况下,才能去反拉 如果球速特别快的情况下,你没有空间去退台 去拉手,像这种情况下怎么办,那就能用到快带 所以快带只能带这种速度相对比较快,力量相对比较大的球去快带 如果它速度比较慢,它球又比较高 像这种球,你临时退台,去反拉是来得及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,分得清楚哪些球是可以快带,哪些球是可以反拉 我给大家做几个演示 大家看,这个球速非常快,我的动作非常小 而且我的重心压得非常低 大家要知道,我给你讲一下快带的要领 就是快带千万不能拉手,一旦拉手,球速非常快 它就会超过你的身体,你没有空间 你越往后退,球越快,所以快带是不能退台,不能拉手的 所以在快带的时候,把重心压低 手不用动太多,用腰带着手去快带就可以 这一下要集中,我再给大家做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,我的这一下动作并不是很大 而且力量已经非常非常大了,已经非常够用了,球速也非常快 所以大家知道,快带的时候核心的东西不能拉手 而且动作要小,要收臂,是靠前臂去快带 不能说靠大臂去快带,也不能靠身体去压,也不能去往上 这时候要往前快带,集中这一下往前快带 我给大家做一下错误的示范 大家可以看,虽然我这个球拉上了 但是比赛中,我80%甚至到90%可能要失误 因为我是训练,我知道它拉在这里 因为这个球我拉手过大,而且我动作也做得特别大 我即使球过去了,我也没有办法还原 我再给大家做个示范 大家可以看一下,这个球为什么失误了 因为我站得非常直,我的重心没有趴下来 所以它拉过来,这个球我根本压不住,控制不住 很容易就飞了,而且我动作,我不能人站直了 手往下,所以重心和腰非常关键 一定要保持前倾,这么去快带 大家可以看 大家可以看 看见没有,我的重心和我的腰整个是锁住的 这一下,要绷紧,而且动作不能做太大 一定要收前臂,绷紧 做到这几点,你不拉手 你的重心,腰都要绷住,都要前倾 动作幅度小,收臂快 你就能带好